妻子每晚都会偷偷出去,一出去就是一夜,每次问她,她都说工作忙,直到有天我发现了她的秘密,我叫陈秀,在一家上市公司当经理,年薪十万,还有个美丽的妻子和听话的儿子,按理说算是家庭美满,让人羡慕,我手底下总共有五百人要管。 加上开会审批文件,每天都得凌晨才能回家,每次回家,妻子都会将饭菜热好,等我回来享用,如此贤惠的妻子,怎能不让人喜欢,妻子周娜是个情感师,在西郊街开了间情感纠纷所,专门给人调解情感纠纷之内的。 她长得温柔可人,身材更是婀娜多姿,环飞艳寿,让人看上一眼,便移不开视线,因此,不少人假借调解为由,就是想去趁机开游,好在妻子身边,还有我的好兄弟帮衬。 有她在,那些意图不轨的人,也不敢对妻子做出什么出格式来。 这天我正准备回家时,突然接到上司电话,让我处理一批加急文件,无奈我只能继续加班。 嗨,本来能回去跟妻子恩爱,结果又得加班,真让人不爽。 抱怨几句后,我开始审批文件,为了不让家中,妻子担心,我拿出手机给她打去电话。 奇怪的是,电话响了两分钟才被接通,而且还能听到嘎吱嘎吱的摇床声音,老婆,今天我可能要晚点回来了,公司临时,要处理一批加急文件,你今天不用等我,早点休息吧。 说完,电话内就传来妻子声音,嗯,好,我,我知道了,电话那头,妻子声音有些急促, 而且还有一阵阵说不出来的响声,我觉得不对劲便问,你说话怎么怪怪的。 妻子听后啊了一声,没,没有呀,我,我在做运动呢。 大半夜做啥运动,算了,为不打扰妻子休息我便挂断电话,并叮嘱她早点休息,别累坏了身子。 泡好咖啡后,我开始埋头苦干,一直到凌晨三点时,我才离开了公司,回到家后,我就感觉不对,卧室的灯光竟然还开着。 按理说,这时候妻子已经睡着了,怎么还会开灯? 这时我又想起之前通电话时,妻子那奇怪语气,不由让我脑海出现了一个恐怖想法,她该不会背着我偷人了吧。 带着这想法,我轻轻打开门,朝卧室走去,耳朵贴近门上,里面传来的声音让我怒不可泄。 更忍不住破门而入,门内妻子激昂声不断,嘴内还说着,我从未听过的骚话,慢点别吵醒孩子了。 她还知道孩子在睡觉,竟然还如此不要脸在家里偷情,我气得身子直发抖,准备一脚踹开门,抓个现行。 突然,肾后门打开了,儿子擦着朦胧眼睛,看着我,爸爸,你怎么在外面呀? 完蛋了,儿子的突然出现,肯定让里面的人察觉了,朗朗你,出来干什么,快回去睡觉。 我不想让孩子知道自己妈妈出轨的事,只能暂时忍住心中怒火。 带孩子回了房间,刚才的事,肯定会让周娜有所防备。 果然,等我打开门进去时,周娜躺在床上一脸困倦,脸上一阵红韵,就连内衣也没穿,显然是刚完事不久,没来急穿。 老,老公,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周娜脸色慌张,说话也不利索,我没挑明,而是露出笑容。 刚回,你怎么还没睡啊? 将西装放在床上,我很自然走到衣柜旁,将衣柜打开,看里面没人,又走到窗户前,你睡觉干嘛不关窗? 最近天热,开窗通通风。 他的话,我压根不屑。 朝窗户外往下看,只能看到地面,那肩夫肯定不敢从这跳下去,如果没跳窗的话,肯定是沿窗户边跑了。 哎呀,老公,赶紧睡吧,我好困。 周娜走到我身后,抱住了我,将脑袋贴在我后背,要是以前我,肯定会转身给她一个香吻。 可现在,呵呵,我觉得恶心,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表面跟她恩爱,而她近几天也没再有什么动作。 但我能确认,周娜一定出轨了,手上没证据,也不能当场揭穿她,我只能充当院种,上班期间,我一直在想,周娜偷情的对象到底是谁。 一想到周娜跟陌生男人在我床上缠绵的画面,我恨不得杀了她,尤其是她跟人偷情时,儿子还在旁边房间,更让我心如刀割,周娜,周娜,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跟她结婚五年,几乎是把一生经历用在她跟儿子身上,每次她要什么我都会买给她,我拼命赚钱,也是想让他们母子过上更好的生活。 现在生活条件提高了,可她呢,给我带来了什么? 一顶绿的发油的帽子,想想真是觉得讽刺。 公司内,我还要保持笑脸,面对所有下属,回到家我又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微笑面对周娜。 每次看到周娜,我都有些忍不住冲动想去质问她,可看在儿子面,强忍了下来,为了找寻证据,我利用周娜不在家时,去监控点内买了几个针孔摄像头,安装在卧室以及客厅各个角落, 只要肩服一出现,我就能第一时间知道,想法是好的,现实往往不尽人意,连着一周监控毫无发现,不由让我怀疑难道我安监控的事被她给发现了,还是说之前被我险些撞见,让他们害怕了,监控虽然一筹莫展,但周娜最近出门却越来越勤,一出去就是一晚上打电话过去问。 她说是调解所又来了几个客人,她要去帮忙调解纠纷,我会信,分明是趁着晚上出去,跟那监服优惠,一个想法在我脑海生出,有没有可能,他们优惠的地点,就是周娜的情感调解所。 于是我给好兄弟召集打去电话,约他周末见面,召集跟我从小长大,是我最信赖的人,三年前他投靠了我,作为好兄弟,我肯定帮,于是就给他安排进了公司,可惜他的嘴了人事部经理,最后只能走人,可我不忍心看他在找工作,便给他安排到了周娜的调解所里,帮周娜处理一些琐事。 要周娜真在调解所搞小动作的话,召集肯定知道,周末,我将儿子送去补习班后,来到咖啡店跟召集碰面,召集看向我问,兄弟,你突然找我有事? 我点头,环视一圈后,一脸严肃看着他,啥事啊,瞧你这严肃样。 见我一脸严肃,召集喝了口咖啡,笑了出来,我说,我怀疑周娜出轨了。 啥?召集听后,脸上一变,喝到嘴里的咖啡也是喷了出来,显然被吓了一跳。 他说,卧槽,真的假的呀,你没搞错吧? 这种事我怎么可能搞错? 我十分认真说,肯定错不了,那天在公司加班时,他说话语气就很奇怪,回到家里,我更是听到了他跟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他一定是出轨了。 召集听到我这话,眼神有些异常,接着说,会不会是你听错了? 或许他当时是在屋内看小电影,解决生理需求呢? 听到召集这话,我直接冷笑了出来,呵,我怎么可能听错自己妻子声音? 再说了他要是真在屋内自己解决,怎么可能还要躲着我? 都老夫老妻了,这种事有必要瞒我。 我真觉得召集说的话有些好笑,秀,我相信弟妹肯定不会做出对不起你的事来,你身为她的丈夫,更应该相信她,而不是在这怀疑她,就算你真怀疑她出轨了,那你有证据,没有证据的前提下,你那都是幻想而已。 我看你是最近工作压力太多导致神经紧绷出现幻觉了,还是回去好好休息一阵吧,幻想。 我自嘲一笑,召集,我俩算起来十几年兄弟了,我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周娜肯定在外面偷人了,这次哥们喊你来,就是想问你,周娜最近在店里有没有什么异常举动,或者是见过什么奇怪的人。 我只能从召集身上寻突破口了,召集回想片刻,说,异常的举动和奇怪的人,我倒是没什么见过,弟妹最近一直在处理情感纠纷,也没怎么出去过,这点我是能跟你保证的。 听着她这话,我眉头紧照,难道我真出现幻觉了,周娜或许没背叛我,总之,一定要查清楚,召集离开时,还特意跟我说,秀,哥们说一句难听的话,你别生气啊。 这天底下的女人哪有不偷心的,只要她认识到自己错误,答应不再犯那就好了,总比离婚强吧,就算你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孩子考虑啊。 说完,召集走了,召集的话的确让我陷入了两难,贾设周娜真被判我了,我肯定是要跟他离婚的,离婚后,孩子怎么办,我心里很难受,这是电话响了,接通后,里面传来陌生声音,请问是陈先生。 有什么事?陈先生您好,我是平安银行的,最近我们发现您的银行账户有些异常,我想问您需不需要办理个保险业务?不用了,谢谢。 电话那人还想继续说,被我直接挂断了电话,这电话话一听就是推销的,不就是想让我多办理业务? 我才懒得理,回到家后,周娜已经做好饭菜等我了,老公,你终于回来了,人家等你好久了。 看到我后,周娜迎了过来,被我躲开了,听着她喊我老公两字,让我有些反感,晚上,周娜把儿子哄睡后,去浴室洗了个澡,我正在屋内处理明天会议要用的文件,突然就感觉一阵相风入鼻, 是周娜从后面抱住了我,她轻易地趴在我的肩头,在我耳边轻轻吐气,要搁以前,听到这话我肯定,连忙亲了过去,只是现在,我对她实在是隔应,便说,改天吧,今天有些累了。 我的答复让她有些不高兴,或许是觉得我表现有些冷漠,她直接坐在了我的腿上,双手勾住我的脖子,红唇靠我靠来,我连忙躲开,见她从身上推开,别闹,我真的很累,你早点休息吧。 话落,我离开了房间,在阳台点了根烟,看着窗外景色,我忽然有了个法子,第二天大早,我趁周娜做早餐时,将买好的监听器藏在了她的包内,打算对她进行监听。 如果说她真的跟那人在调节所偷情的话,我肯定能听到些什么,送完儿子去上学,我又转路去了周娜的调节所里。 她看到我来,很意外,老公,你怎么来了? 今天是我们结婚三周年,这是我特意买给你的礼物。 我拿起事先准备好的礼物送给了她,她打开礼物后,很高兴,一把抱住了我,就连路过的人都夸我们夫妻关系好。 还说,我们真就是郎才女貌天作之和,能娶到周娜这种好女人是我的福气。 福气,我听后也只是笑笑,到周娜办公室后,我并没有看到召集,可能是有事还没来,关心几句后,我就离开了。 离开前,我又在周娜办公室的桌子下安装了几个监听器。 当然了,以防万一嘛,做好一系列准备后,我跟领导请了三天病假,好在领导好说话,给我批了,离开公司后我并没有回家,而是在周娜调节所附近开了间酒店,就是为了方便桌间。 我坐在酒店椅子上,将监听设备拿了出来,听了整整一个上午,全是一些来找周娜诉苦的人,说什么自己的女朋友跟别的男生走得很近傻傻的,还有就是些婆媳之间的纠纷之内的,完全没有就我想要听的内容,桌间是需要耐心的,只有先沉住气,才能得到自己需要的内容。 一直到晚上八点时,我终于是听到了自己想要的内容,人都走了吧?都走了?嘿嘿,那就没人能打扰我们了。 哎呀,你别这么急,我怎么能不着急?你都不知道我忍了多少天了,当时陈秀那家伙突然回来,差点就给我吓死了,还好我跑得快,不然真就被他抓个先。 当时我就说了,不让你来家里,你非要来,都差点把孩子吵醒了。 嘿嘿,难道你不喜欢?监听器里男人的声音,如此的熟悉。 那声音,我永远不能忘记,这是我最好的兄弟赵吉的声音,愤怒顿时涌入我的全身,让我整个人开始暴怒,恨不得现在就冲进调节所内,当面质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草他吗? 我那么相信赵吉,甚至为了不让他流落街头,才介绍他去了周纳调节所上班,就是想要他有份稳定工作,好养活自己。 可他呢,竟然跟我妻子发生这种关系,这简直就是畜生不如,最好笑的是,我前几天还跟他说妻子出轨的事,他当时还一个劲让我相信周纳。 呵呵,现在看来我就和小丑一样被人戏弄。 俗话说兄弟妻,不可欺。 我把他当亲兄弟,反过来他就是这么对待我的,拿着我给他发的工资,在我房间睡我妻子,而且那时候我儿子都在屋内,要是这种丑事被儿子看到了,会给他带来多大伤害。 我捏紧拳头,重重砸在桌上,大声怒吼,想要发泄心中怒火。 两久,我冷静了下来,起码现在我知道了周纳出轨的人是谁,下一步,就只需要展开报复了,压抑着怒火。 我继续听着监听器内那不堪入耳的声音,听到妻子那享受的声音,以及召集那滴吼声。 我身子都在颤抖,恨不得冲进去杀了他们,妈的,他就这么缺爱,好在他们两人的所有对话我全部录了下来,下一步就只需要找个合理的复仇计划了。 过了半小时后,监听器内又传来两人对话,召集。 之前陈秀找我谈过话,说怀疑你出轨了,但他没有证据,可我还是担心早晚有天会东窗事发。 之前我让你做的事情得尽快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他发现后,还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等等,这两人还有啥计划,周娜冷笑一声,呵呵,你就放心吧,这几天我一直在偷偷转移他的存款,现在他手里的钱差不多已经有五十万入了咱们口袋,到时就算他发现了,他也什么都做不了。 召集听后,大笑起来,哈哈哈哈,这家伙肯定想不到,我不光睡了他老婆,还把他所有的钱全部转走了。 这两个畜生,竟然还把如意算盘打在了我的钱上,真是要把我往死里逼呢。 怪不得当时银行那边会打电话提醒我,原来从那时开始,他们就已经在背后转移我的钱了,周娜周娜,我是真没想到你居然如此阴险,自己背叛了我,还要卷走我的钱,这天底下哪有这般好事,我放下监听器,冷笑道,呵呵,竟然你们要把我往绝路上赶,那我也没必要给你们留活路了。 被逼上绝路的男人,往往是最可怕的,我一定会让这两个畜生不如的东西付出惨痛代价。 尤其是召集,我一定会让他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监听器的内容还不足以成为重要证据,但他们私自转移我的资产这事可是触犯了法律的,只要我把这录音交给警察, 他们两个人马上就会完蛋,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未免太便宜他们俩了,我有一个绝妙的计划,足以让他们两个人名声尽悔,再也无法在这座城市生活下去。 打开银行客户端后,我原本八十万的存款就只剩下三十万了。 但我并不生气,反而觉得这三十万可以用来做一个局。 从酒店离开,我又去接儿子放学,车上,我问他, 郎郎,如果爸爸跟妈妈离婚了,你会跟着谁? 还以为他会说跟着妈妈的,结果却是, 郎郎想跟着爸爸,因为每次送郎郎上学,还有接郎郎回家的都是爸爸,妈妈一点都不关心郎郎。 而且,爸爸跟妈妈离婚后,妈妈还能重新生儿子,但爸爸就不能了, 所以郎郎要陪着爸爸,等郎郎长大了,就能保护爸爸了。 郎郎才五岁,还不知道生孩子是需要两个人才能完成的, 但儿子的话让我心里很感动,眼眶都有些湿润, 同时,我心里也下定了决心。 为了儿子,我一定要振作,绝不能让那对畜生过得比我还好。 当晚,妻子回了家,看我坐在沙发上,愣了一下,接着朝我走来, 老公,你怎么还没睡,在等我? 我点头,从口袋拿出一张银行卡递给他,你这是干嘛? 周纳梦了,看着我,我说,公司临时让我出差一段时间, 我想着我这趟出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这卡你先帮我保管吧,想买什么就买, 我不在时候要好好照顾自己。 伸手在他脸上轻浮,妻子闭着眼睛, 手掌轻轻放在我的手背上,怎么这么突然啊? 妻子脸色一变,一脸舍不得看着我。 我心里冷笑,搁这装啥呢,心里肯定是巴不得老子离开, 没事,我到时候回家给你和郎郎带礼物。 第二天大早,妻子就给我收好了行李, 亲自目送我离开,怕妻子留有心眼, 我特意在机场转悠一圈,才回了原先酒店, 有录音远远不够,还需要视频才行。 昨天晚上,我已经在调节所内安装了几个针孔摄像头, 就等着他俩出现,蹲到半夜十点时, 监控内才出现了召集的身影, 这两处声白天还挺谨慎, 每次都挑人走光时在碰面, 不过,这次恐怕是他们两人最后的碰面机会了。 监控内召集搂着我妻子的腰, 一双手肆意游走,我妻子很配合她, 脑袋深埋她胸膛,嘴里发出娇哼, 陈秀那傻子终于走了, 趁她不在这段日子里, 我可要好好把你吃干净抹掉。 召集说着手,狠狠在我妻子臀部用力一掐, 妻子疼得发出一阵娇声, 笨讨厌辣打这么重, 等下打坏了咋办? 听着妻子这话,我冷笑一声, 一会好戏可就要上演了。 我的乖宝贝啊, 我怎么可能舍得打坏你呢? 我可还要靠你把那傻子的钱全部赚走呢? 我妻子听后, 从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递给召集, 你看这是什么? 银行卡? 妻子点头, 是啊, 那傻子今天出差钱特意给我的, 还让我随便花呢。 召集握紧银行卡, 露出一抹奸笑, 这小子咱们终于可以拿着钱离开这破地方了。 那我们要去哪里? 这个不急, 现在最急的是伴你。 哎呦, 讨厌了。 召集急不可耐脱光了我妻子的衣服, 很快两人在桌上缠绵起来, 看着召集那张猥琐的脸, 以及妻子那享受神情。 我只觉得倒胃口, 老, 老公, 这个臭婊子, 竟然都喊召集老公了, 我气得发抖, 一想到结婚时, 周那那张幸福的脸, 我就心痛, 如今, 我曾经最深爱的妻子, 现在竟然跟在背着我跟人乱搞, 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难道我这些年对他还不够好? 监控那两人动作越来越迅速, 神情也有些变化, 眼看着就要上天了。 就在这时, 调解室的大门猛地被推开, 一群人拿着手机, 朝两人不断拍照, 召集当场就被吓尾了, 整个人脸色一白, 软啪啪地瘫在了地上, 周那更是大声叫了出来。 拿起桌上的资料往自己身上遮, 可惜, 不管他在砖门遮, 都已经被人全部拍下来了。 小那,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来? 是啊, 亏我们一直还觉得你是个贤妻良母, 没想到你竟然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来, 你这样做对得起陈哥, 对得起你的儿子。 还有你赵吉。 当年要不是陈哥介绍你到这工作, 你早就流浪街头了。 陈哥当年真是瞎了眼, 竟然会相信你这种人渣。 说话这些人, 都是调解所的熟人, 和我跟周那的邻居。 这下子, 周那跟赵吉偷情的事, 算是熟人皆知,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名声是最重要的, 但现在周那已经毫无名声了, 这就是她背叛我的下场。 当然, 事情不可能这么简单结束, 看着手机内传来的照片和视频, 我轻笑一声, 开车来到丈夫娘家, 丈夫娘看到我后, 立马露出了一个殷勤的笑容, 小秀来了, 快, 快进来坐啊。 进门后, 丈夫娘又朝我后面看了看, 或许是没看到女儿便问, 咦, 娜娜今天没跟你一块回来。 说到周那, 我低了头, 双手掩面。 丈夫娘看我这样, 立马问, 这, 这咋低拉, 突然。 老丈人这时也走了过了, 看我低头那样, 也开始问我, 接下来就是考验我演技的时候, 我坐在沙发上, 突然放声抽气起来, 老丈人跟丈母娘看我突然哭了, 也吓了一跳, 连忙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秀你快跟我们说说啊, 怎么还哭起来了呢? 老丈人也是开口, 是不是娜娜欺负你了? 你告诉爸, 爸帮你揍他去。 一听要揍自己女儿, 丈母娘立马不乐意了, 吵老丈人就大吼, 你什么意思? 女儿那样, 还不是被你给惯的。 再说了, 娜娜那么贤惠, 怎么可能会欺负小秀? 要我说, 肯定是小秀做了什么对不起娜娜的事, 不敢告诉她, 所以才来找我们哭着求罪的。 呵, 不愧是周娜的母亲, 真是龙声龙, 凤声凤, 老鼠声的会打动, 我还没说出事情缘由, 他妈直接就觉得是我对不起周娜, 真是好笑。 事到如今, 我也不想再忍了, 套出手机, 就点开一段视频播放了起来。 当二老看到自己女儿在里面扭动模样后, 也是吓得不轻, 尤其是丈母娘, 更是满脸慌张。 爸, 妈, 我对娜娜真的是一心一意的, 我为了她付出了一切, 不管她想什么她都会买给她, 可她呢, 就这么对我的。 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 才能遭上这种罪。 我的声音无比悲痛, 真就是听者伤心, 闻者见泪, 老张人气得一拍桌子, 这个畜生啊, 怎么能做出不守妇道的事来? 她是要气死我。 丈母娘这下子, 也不敢给自己女儿辩护了, 当我面, 就拿出手机给周娜打去了电话, 打通后, 丈母娘朝里面大喊, 娜娜, 你赶紧给我回来。 没过多久, 周娜打扮耀眼回到家里, 手上还提着不少礼物, 原本高兴的脸在看我后, 突然凝固了。 你, 我怎么在这时吧? 我替她把话说了, 她神色慌张问, 你不是出差去了? 我笑着说, 临时取消了, 刚好来看看爸妈。 我敢肯定, 周娜回来开车的人一定是召集, 这两人知道我出差后, 恨不得天天溺外在一块, 尤其是这两人偷情被撞见后, 怕得要死, 在哪都得两个人在一块, 你还有脸回来? 你知道你做了什么事? 老张人沉不住气, 指着周娜吼了出来, 周娜完全没搞清楚情况, 有些萌, 不是爸, 您在说什么啊, 我听不懂啊, 你自己做了什么好事, 你自己心里清楚。 周娜越来越猛, 最后把眼神看向了我。 你对我爸妈说了什么? 我一耸肩笑着说,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你自己做的丑事, 你自己心里清楚。 突然, 他似乎是明白了什么, 一脸震惊地看着我, 你, 你都知道,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老张人被自己女儿气得不轻, 无珠胸口坐在沙发上, 指着周娜说, 小秀对你难道不够好? 你为什么要做出这种 不守妇道丢人现眼的事来? 你这样, 简直是把我跟妈的老脸 全给丢光了。 你马上把小兔崽子喊过来, 老子要打死他。 周娜看到自己父亲这样, 吓得直接坐在了地上, 一个劲求饶, 说自己当时是一时不注意就犯错了, 说着, 他跪在我的面前, 对我喊道, 老公, 我真的错了, 我以后肯定跟他断掉联系, 跟你好好过日子, 求你原谅我这次吧, 好不好吗? 以前他撒娇求我, 我会答应, 现在, 我嫌恶心, 你求我也没用, 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犯错的事负责, 而且, 你对不起我的事, 不只是这一件。 周娜更慌了, 身子都在发抖, 老丈人跟丈母娘也是看向了我, 有些忙, 你不光背叛了我, 还联手召集转移我的资产, 已经对我的财产构成了威胁, 根据法律规定, 您这算私自转让他钱财, 是要判刑的。 丈母娘听到自己女儿可能要去坐牢, 朝我开口, 小秀, 娜娜已经知道错了, 求你别报警, 娜娜要是进去了, 她这辈子就完了呀。 周娜也是大喊, 老公, 我真的错了, 求你给我一次改过的机会吧, 别用你那张恶心的嘴喊这两字, 你不配。 话落, 我起身看向外面, 说, 召集在外面撤上等你吧。 周娜一愣, 被我说中了, 你们私自转移我的资产, 我已经告了法院, 证据录音也都上传给了法院, 该怎么处理是法律的事, 我管不着。 但我们终归夫妻一场, 你进监狱时, 我会亲自给你送行。 周娜听到我的话后, 脸色煞白, 身子一软就倒在了地上, 很快, 警察就来了, 将周娜和车外的召集全部抓走了, 看着两人被警察带走, 我心情无比顺畅, 感觉空气都是如此香甜, 09, 一个月后。 法律正式开庭, 我并没有带儿子来, 因为我不想让他看到妈妈这个样子, 离婚协议书在周娜关进去的第二天, 我就交给了他, 从那一刻起, 我跟他彻底断除除了所有关系, 最后, 周娜跟赵吉被法律判为盗窃罪,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秘密窃取公司财务数额较大, 或者多次盗窃公司财务的行为, 应涉及金额超过了50万元, 两人要被没收所有财产, 剥夺人生自由, 处以罚款, 被判刑十年, 最后, 儿子的抚养权也是落在了我的身上, 周娜被警察带走前。 我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话, 他听后很震惊, 对我大喊, 你那样做就不怕影响自己名声。 赵吉被带走时, 整个人特别害怕, 走路都在抖, 那个模样很是可怜, 但是他活该。 回到家后, 我带儿子去了游乐园, 看着儿子高兴的模样, 我才觉得一直都很值得, 就算出门会被人在背后议论, 名声受到影响, 我都不关心, 只要我儿子能健健康康长大就好。 而我对周娜说的那句话, 不过是, 那晚的人是我喊的。 对, 那些冲进去拍照的人, 是我喊来的, 但我并没告诉他们, 周娜出轨了。 而是跟他们说, 晚上去调节所会有优惠, 他们就全部去了, 最后撞见纳木, 周娜可能会觉得, 我会以此名声受损, 造人议论, 可哪有如何呢。